英特爾總裁基辛格在美國政府晶片法案的支持下 獲得大量補助 要替拜登政府力拼半導體美國製造 也是美國圍堵中國技術研發的得力廠商 沒想到竟然背信妄譯 與中國電信巨擘華為成了好夥伴 華為本週推出首款支援AI筆電MacBook X Pro 竟然搭載英特爾最新處理器Core Ultra 9 Core Ultra 9正使用了7奈米先進製程晶片 讓美國共和黨眾議員相當不滿 眾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 共和黨抗中大將蓋拉格向路透發表聲明 諷刺華府最神秘的謎團就是商務部為何不斷允許向華為輸出美國技術產品 傳出北京今年已經向國內幾家電信龍頭指示 要逐步淘汰進口晶片 日經亞洲更指出華為將砸重金在上海打造研發中心 計畫開發能與愛斯摩爾等大廠匹敵的高階晶片生產機台 要與西方世界一較高下 今新聞 林梅傑 朱佳麟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隨便資訊 eleven